鸡蛋糕是许多人同年的回忆 而顶呱呱炸鸡是台湾知名的连锁的餐饮 也是很多人同年的回忆 而顶呱呱炸鸡的中校店 在八年前就发生了女童购餐之后 遭到热红茶烫伤的意外 女童的父母份额提告求偿 而最高法院认定了这个热饮 因为没有固定杯盖杯身导致意外发生 昨天驳回了上诉判决顶呱呱公司 以及肇事的许姓员工 必须要赔偿154万元确定